说明如何使用Power Query 其实Power Query在Excel里面也在Power BI里面 因为你们这学期正在学Power BI 所以我就重新再录制一次 示范怎样把Power BI读PDF 然后再想办法把PDF的非结构化资料 这个PDF的档案网络就搜寻得到 很多补习班他们都放上去 然后你可以下载使用 因为他的著作权是属于证券期或发展基金会 放在档案没有写说禁止使用 所以你们拿来使用没问题 第一步的话就是用浏览器打开 然后浏览器看到了按下载 右上角有那个往下的箭头 就是给他直接就给他下载 下载之后呢打开Power BI 不是Power BI已经打开来了 那你就是按那个常用读取资料 这边有读取资料 资料里面的没有PDF 那你就是按那个其他 其他资料类型会有PDF 然后呢 荧幕上已经看到了 如果没看到的话 你就搜寻打PDF 然后就把刚刚的那个档案下载 我是再要再一次再一次 因为刚刚不小心按到别的档案类型 那你要确定一下是PDF 直接点好了PDF 然后呢就是选 我们要分析 要分析 其实就是要把它 然后萃取里面的 萃取里面的字圆 character 所以顺便你等一下会看到 当然character character就是组成字圆 字圆就组成字串 String 然后组成字串String 所以等一下那个要另存新档 要另存新档 存成那个等一下再讲 unicod unicode 好 我们现在就是它有几个page 有四个page 画面上看到它正在载入四个page 同时选 四个page载入之后呢 那我们先使用最阳春的方法 就是 我画面出现我在讲 好了我们先看一下page1 左上角有写page01 然后按中间 左边中间那一个是什么 表格 叫做表格 按了之后呢 然后你按右键 就是选取资料表 右边选取资料表 复制资料表 然后说错了 然后到Excel来呢 到在C 然后按那个选择性贴上 unicode 然后就这样子就贴过来的 贴过来的话 它就是powerBI 它的辨识 它已经很努力的把它 让它变结构化了 可是还不够理想 那至于说要怎样的最理想 以后我们再讲 接下来那个page02 按右键之后 复制资料表 然后到Excel来 选择性贴上 选unicode unicode 然后呢 第2个的page 然后page03 一样按右键 复制资料表 然后呢 在刚刚的地方 接下来 还是一样按右键 选择性贴上 选unicode 确定 然后接下来只剩下 最后一个page04 好 顺便我给它标号一下 每个人都要编码 然后这边是写 像这一个是2022第一次 2022底线1 然后这个是底线24 那下一题的话是2022 底线1 那个底线25 因为这个全部都要编码 然后这边是page04 最后一页 复制之后 复制资料表之后 然后选择性贴上 选unicode 这边就是到50题 然后就这样子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手动编辑 为什么要手动编辑 因为你要自动编 当然也可以 就是要写程式 写程式的话 程式也是人的判断 把人的判断写成机器 所以你那个程式要写对 一定就是自己要用手工操练 过很多次碰到各种状况 你都已经碰过了 然后呢 写程式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会碰到的所有状况 你才会 就是那个需求 你要写程式第一步 前面还是要建立需求 那个建立需求是使用者的需求 所以你一定要从使用者的角度 去处理过这些问题 你才知道说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才能写下一步的程式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跟前面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ABCD 因为这个电脑的判断 未必正确 比如说ABCD它会拆解 接下来这边就是手动 然后一步一步的 比如说这个 这是我从后面开始的 做第50题 第50题 然后像这个 第50题 ABCD 那个题目我先给它放在D欄 接下来这个AC 就是给它减下 然后放在这边 然后这个BD 像这个的话就是经验 BD 给它放到上 然后那C跟D 相邻的就CD 可以连在一起的地方 可以一次移动两个储存格 接下来这边 48题 第二列的地方 给它减下 然后呢 把它跟那个题目串成完结 然后那个AC 减下贴上 BD减下贴上 这样子C跟D相邻的 就CD 一个区块减下贴上 这边ABCD的话呢 就是很顺利的 就是直接把它一次移动 四个储存整个 四期的后半部 减下 然后贴到四期的题目 接下来这个是那个ABCD A单独 BCD连在一起 没有B也是单独 C跟D连在一起 那我们就C跟D 没有连在一起 C放在G 然后D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把它连在后面 然后接下来还有后面这个什么 假国内私募之有价证券 然后减下来把它贴在后面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冰证券分号丁 给它减下 然后贴到46题 最后面 反正这个就是手动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刚刚讲过 因为那个后面的话就是 我们要把这过程写成程式 你要把这个写成程式之前 你一定要知道 要有手动 累积手动的经验 这样才知道说 后面的程式 我到底要怎样 要做什么 其实那个写程式 其实是很容易 因为那已经机械化 问题是你写出来的程式要有用 就是说要满足需求 所以你先要搞清楚 你到底要什么 所以我们这边要做的东西 是去那个 去熟悉这个需求 所以在写程式的话 一般来讲说 写程式的人呢 他在 他的角色就是对使用者 要使用者提出需求 他根据你需求的叙述 把你叙述的需要 写成那个演算法 就是C跟D一样 减下 贴上 好 接下来呢 就是44题 结束了 我们把43题的A A跟B 像这个就是抛规律 他就是认证失败 A跟B 他把它放在一起 那这个呢 我们就是要手动处理 A 然后呢 A跟B 后面他B连在一起 一样减下 然后放在隔壁的储存 F 接下来就是C Ctrl X 贴上 D Ctrl X 贴上 这样子处理完了43题 接下来处理42题 那个42题的答案有没有A B C D A是财政部 B是G 我们先移动D 经济部 然后移动C 其货交易所移动B 金管会 然后呢 移动A 然后移动上来 然后那个41题 A B C D 这个呢 就是不能减下 这个用复制 然后呢 选择性贴上 给它转置 转置的意思就是 让它直的变横的 A B C D 然后这边A B C D 没错A B C D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干脆就把它 让画面干净一点 把原来A B C D 给它删除 这样子就是 让41题 42题 相邻 然后 我们差不多 就这边示范而已 我不是要给你们做 我做完 做完大概要花 我比较熟啦 我大概花半小时 就可以做完 然后就是一次处理 半小时多了 我有量过 你们的话呢 应该会第一次做 一定会花一个半小时 还有一个很容易出错 所以做完之后 一定要同学之间相互检查 好 我这个C 我把它往前 往前那个切 切一 我们这是这样子 我们题目放在C 题目放在C 然后那个A的话呢 放那个编码 好像这个编码是2022底线 那个1 然后41 下面这一个呢 我们先把它放上去 就做排序 资料 然后排序 然后 基准是根据C栏 然后呢 确定地震 它就把414 因为其他的空白 空白的那个 空白的储存根就往下推 我们这边往下一拉 它就自动给你按照顺序 就是那个414243445 好了 那个这边是刚刚的power query power BI power BI 那你们自己 自己要搞清楚 power BI power Query有什么差别 还有一个叫做power period 还有power map 这个工具呢 是微软 这几年推出很夯的工具 它统称叫做气 叫做power BI 就是 BI是什么意思 商业叫商业智能 好了 我们顺便把这个答案也贴上去 好了 直接根据那个pdf 像第50题是c 然后42题是b 这样子给它检查一下 你们做的就是这样 一个人分配 每个人分配一个 好了 顺便讲一下 我们要把那个前面的题号拿掉 所以第一个用len len len是什么 len gth len 然后那长度 有了长度之后 那我们就是使用这个命令叫right len是长度 然后right是截取右边 所以我每一集呢 就是要给它截取右边 右边 截取这个c c欄的 截取右边几个 因为它的长度是26 然后前面四个字元 我们不要说 这四个字元 像第一个42点空白 42点空白 四个字元 这就是为什么都减4的原因 这边就只有题目了 好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题目呢 上面还有41 我们41题 那我们就给它贴上一下 然后那个 接下来就是这个题目 已经截取了 题目 我们给它复制 按右键复制 然后呢 按这个选择性贴上 好 要选择性贴上 好 直 好 把原来的东西盖过去 好 然后确定 你看原来的东西就没了 不是啦 那个题号就没了 好 那原来这边有没有 好 就删掉了 好 刚刚那个是我们中间的结果 好 接下来 就这样 我就示范到这边 这边 现在那个40题也是这样 那个 因为这个40题的题目有三列 就要拆成这样 然后我们就把一样 这第三列给它剪下 然后贴到41题题目的末尾 贴上去 好 这个题目是这样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储存根 然后A B C D 好 A的话呢 贴在那个D 好 跟D相邻呢 我们可以一次贴两个储存根 好 就这样贴上来 好 好 那个 反正这个 做的过程就是这样 好 那个 我们 专题这个也要写 就是你要写这个 那个POWER 因为你正在学POWER POWER BI 我们就写POWER BI的功能 好 我们这边最阳春的功能 开始解 接下来呢 就要用POWER BI的语言 来处理这些 用POWER BI的语言 他叫做M语言 我们后面会讲 反正叫M语言 可是M语言呢 到底好不好用 我们不要讲 我们先就是说用过之后 最后再来做结论 这是你们有没有 后面专题要写的结论 跟POWER BI的M语言有关 那个 这个做到哪边 39441 反正就是这样子 我这边是使用 我这边做的东西 我这边做的东西 就是我做的 你们就不要做 所以不要重复 好 我这边就结论一下 那我们这边就是要利用 POWER BI 我们就结论一下 利用POWER BI 将那个PDF的档案 转成结构化 转成 成是那个 成为的成 转成 那个 结 资料 资料表 一个资料表 一个结构化的资料 然后 预备 预备 未来 制造 学习系统 这个学习系统 就是说 我们有制造 那个题库 还要把这些题目 做分类 让那个 我们就会做成一个 要使用Java语言 然后制作那个系统 所以我们后面呢 会使用Java语言 也会使用Python语言 那Python是要干嘛 我现在这个就在下学期 要下学期再讲 然后在这过程 在过程中 我们那个要逐渐的 要熟悉 这个Power Power 那个BI 的 资料 处理 这个资料处理功能 当然这个资料处理功能 最强最强的 还是那个Python Python 不过这个是 我们下一期再讲 顺便 所以我们